按確定之後 那你把它直接點兩下 這個結果就出來了 但是問題來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第二個問題說 如果你今天希望旁邊這邊填資料之後 它會自動出來的話 該怎麼辦呢 當然你這邊還可以再加上判斷 B2裡面有沒有資料 如果B2裡面有資料的話 就顯示 如果B2沒有資料的話 就不顯示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回到剛剛的公式 再減下來 把這個減下來之後 多一個判斷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多一個什麼 最近說過if 然後呢 旁邊的東西有沒有空白 那可以再插入第二次函數在前面 isBlank 在這邊的話找一下其他函數 打一個is好了 這邊打一個is 它會跳到isBlank 那判斷哪一個儲存格呢 B2 如果B2裡面呢 空白的話 跳回去 這邊再插入一次 插入函數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話 那我們就怎麼樣呢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就不要填任何東西 反之怎麼樣 就放入什麼呢 放入我們的這個結果 按確定 點兩下 自動填 填滿 但是填滿之後的話呢 但底下的東西 你會發現 往下填滿 先填個幾個就好了 練習到125好了 那你會發現 如果這邊 再打一個CD好了 它有東西對不對 移開之後 就出來了 沒有移開就不出來 OK 不過你會發現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 如果假如你要輸入的話 你一定會希望怎麼樣 這邊是下拉選單 為什麼 因為這如果不是下拉選單的話 你會感覺 填什麼才好 總不能自己再看一下 而且如果你的產品 特別多的話 那真的會容易找不到 那最好是填完這個之後 這邊的什麼 單價 自動就跳出來了 那更好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再填數量 數量填完之後 或許你可以 它的那個 小器也可以自動出來的話 那更好 全自動的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選一個你的地區 地區也可以 也可以自動化 這樣的話 比較符合大家的需求 不過我們漸進來看 第一個 請各位先完成 就是 如果這個地方是空的 那我要去判斷 它是不是空的 如果空的話 就不填任何東西 如果有填東西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顯示出 四位四馬的這個 好結果出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